第313节 孙思苗的身边有一碎玉米 是生的 外皮已经剥去了 这上面少了几粒 他还是那个坏毛病 见到陌生的植物就往嘴里塞 不止一次的看见他嘴肿的像挂了腊肠一样 做实验嘛 猪马牛羊猴子兔子 都成 干嘛和自己过不去呢 神农就是这样挂掉的 见到云叶过来呢 孙思苗招招手让他过来对他说 那日木的身体很好 产期就在这两日 你出去了八个月 好好陪陪这孩子才是啊 我看他有心结 这样可不好啊 日子久了人就会得病 你这样忙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云叶坐在小倒姑搬来的小凳子上 笑着说 那日木啊 是想草原了 总是在梦里梦见草原 我也答应他了 只要孩子过了周岁 就可以随他去草原了 在这之前呢 我想把牛豆给孩子种上 大草原自从匈奴开始啊 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那就是习惯性的 拿病死的牛羊 甚至是人来当武器 抵御汉人的攻击 殊不知 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的 伤人也伤己 汉人的生活习惯要比他们好 所以呢 伤害最大的还是他们自己呀 草原上的孩子 从出生一直到长成为一个青年 要比中原艰难 十个孩子中 有四个能顺利的长成 那就算是神仙保佑了 那你还把孩子让大日木带枣 我养着不行吗 人家小妾的孩子 不都是正妻带着的吗 就咱家不一样啊 星月就是一只幽灵 随时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 孙思淼笑笑不说话 她在云家呢 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从老奶奶开始 就没人把她当成外人 这些话如果有别人在 星月打死都不会说 可是在孙思淼面前 她就百无禁忌 抄抄什么呀 咱家是咱家 进了门 都是我的老婆 我娶了你们 就不会伤害你们 虽然娶了两个老婆 已经算是一种伤害了 没办法 事情到了这一步 就说这一步的情况 你有孩子 你带着天经地义 那日木也要有孩子了 所以她带着 也是顺理成章啊 星月把手里的果盘放下来 居然是吸过 只是上面的籽啊 实在是太多了 个头也不大 顽口大小 不像后世 一个个长得 东国一样大 寒瓜呀 老道上回吃这东西 还是在芙蓉园 给皇后看病的时候吃的 一黄言 已经两年了 今年的瓜长得大 雨水足 就这点好处 孙思淼这些年 变得更像神仙了 什么事情 在她眼里 都是云淡风轻的 引不起波澜 寒瓜这东西 只有皇家的园子里 有的种 每年呢 也就种个一两亩地 夏日里作为贵重的赏赐 封给那些王红们 一两个 不管谁家得到 都是一种荣耀 一个小瓜 三两口就吃完了 云叶把瓜子小心的收起来 让星月洗干净 晒干 准备明年自己家呢 也种上一些 这东西 官府不是不让种吗 您收了瓜子 干什么呀 星月还是一副 好良民的模样 可云叶这两年 早就学坏了 钻法律 法规的空子 又不是头一回了 和那些王侯之家一样 谁家把王法当回事啊 只要不造反 就是一等一的良民 皇帝把咱家的土豆 拿走藏起来 也没有见谁说过闲话啊 我种一点破寒瓜 就叙叙叨叨的 你烦不烦呢 星月没好气的 在云叶的肩膀上 抄了一巴掌 带着自己的一群爪牙 回到了后院去了 你在野人山爬了一个月 就没有发现一些好的药材 三句话不离本行 孙思淼见星月走开 立刻就问重点 当然有了 你一直想要找的田七那味药 我给您找到了 带回来一些干品 回头呢 就给您送去 我还看到一种吃肉的花 不知道有没有用 太臭了 我就没拿 捉了一只红颜色的蜈蚣 一尺长的那种 您不是老说 这里的蜈蚣入药 这药性不够吗 那一只想必是足够了 还给您呢 带回来一样 特产水质 个头大 吸血猛 咬一口啊 舒惨极了 伤口啊 会流一天的血 豆焰山试过 被几十条一起咬过 差点没命啊 您看怎么样 啊 在哪啊 孙思淼没工夫 听云叶瞎闲呗 直接问最重要的 水质呢 我养在水缸里了 田七在库房 蜈蚣 在我书房啊 别看这老孙性子温和 确实一个最没耐心的 云叶要是再多嘴 说不定呢 会挨揍 赶紧把地方说清楚 举着灯笼 从水缸里啊 捞出一条水质 孙思淼把他放在 自己的手指上 黏黏乎乎 轻了吧唧的 水质急躁的响在 满是老茧的手指上下嘴 都是徒劳的 孙思淼的食指上 茧子太厚 他的嘴咬不开 只能到处转圈子 找鲜嫩的地方下嘴 手指一弹 水质被弹回水缸 看看自己的手指 很高深莫测的笑了一下 一头就钻进云叶的书房 一个硬木盒子里 那只红色的蜈蚣 跟活的一样 爪子都没掉几只 为了他 云叶可是下了苦功的 把蜈蚣包在宣纸里 放在通风的地方 这慢慢的阴干 最后呢 拿锈花针固定在软木上 已经不是什么药材了 算得上是一件 艺术品 很好 品相很好 看样子 这毒性也不差 是一味好药 西风解痛 恶疮 这些顽疾 有了他 那就好下手了 说完呢 就把盒子扣起来 揣怀里 然后示意云叶带他去 云家的库房 田七还在那里呢 没事干参观别人家的库房 也就孙思淼干得出来 琉璃之类的 这是看都不看一眼呢 就是对云叶拿回来的珍珠 挑了几颗装起来 说是要配药 刚刚打开库房门的星月 笑嘻嘻的给孙思淼建议 后边还有好些个珍珠 看看老神仙呢 是不是再挑几颗大一些的 这个败家娘们 珍珠那东西入药 挑些歪七八扭的 那不就好了吗 反正都是碾成粉末的下场 干嘛要挑大的好的呢 架子上摆着好几个麻包 里边啊 全是田七 都是蒙家寨子的长老啊 让人采来的最好的田七 年份足 个个粗壮 根茎叶很完整 孙思淼对此很满意 选了几株 就出了宝库 皱着眉头 对民叶说 那些没用的东西 你咋那么多做什么 珍宝是灾祸之源 别迷失 别迷失在里头 出家人可以不在乎 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但是云家好大一家子呢 老秦还在那里发话 要云家把孕娘的嫁妆弄得丰厚些 没钱呢 怎么行啊 但是老孙说了 那也只能低头受教 一夜的大雨洗去了暑气 到了清晨 雨还在稀稀拉拉的下个不停 云夜一晚上没睡 不停的在屋檐下踱步 昨晚才到那日木的房间 那日木就开始肚子疼 这种疼痛啊 一直持续了一个晚上 到了早上 接生的婆婆才说 二夫人呢 可以生了 人参汤早就炖好了 孙思淼看了两遍 说没问题 星月抱着孩子贼头贼脑的 离云夜远远的 她知道丈夫在这个时候啊 会处在一种暴躁的状态 离远些比较好 自己生孩子的时候 哪怕在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丈夫的焦躁不安 现在想必是同样的情形 草原上的姑娘还是坚强些 那日木没有大声的嘶喊 只是滴滴的呻吟 这一回吻婆无论如何 也不允许云夜再进产房了 看到云夜有冲进去的意思 星月顾不了许多赶紧拉住 哀求云夜不要一意孤行 上回呢就因为进了产房 沾染了晦气 孩子没满月就被窦燕山绑架了 这回要是再出事 一家子就活不成了 懂事的那日木可能听到了门口的争执 再也不发出痛苦的呻吟 只有一阵阵急促的喘气声 煎熬啊都在煎熬 奶奶在佛堂里已经派来丫鬟来问过三次 孩子的哭声传了出来 没有云宝宝云寿那样的响亮 哭声像小猫一样 这下子让云夜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看了星月一眼就要进去 吻婆却笑着走了出来 蹲声行礼向他祝贺 恭喜侯爷 贺喜侯爷 是弄瓦之喜 云夜才不管什么弄张还是弄瓦的 只要是自己的骨肉 那就是心头肉 早就想要个女儿了 这下子心满意足了 云家的打赏从来都是豪阔的 一颗枝头大小的珍珠 随手就赏给了吻婆 怪不得声音那么小呢 原来这孩子啊 真的很小 瘦瘦弱弱的像只小猫 一阵风都能吹走的样子 两只小拳头钻得紧紧的 小嘴还在张着哭嚎 就是声音小点 这就是自己的闺女啊 可得心疼 眼看着吻婆粗手粗脚的 给孩子捆墙宝 云夜就想动手抽人 小孩子绑得和粽子一样 这是要干什么呀 不耐烦的 让收拾好的三个吻婆下去 抱着孩子乐了半天 才发现那日木瞪着自己的眼睛 直直的看着自己 眼泪哗哗的 抱着闺女放在床头 让那日木好好看看自己的孩子 谁知道呢 他却把头扭了过去 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 生个孩子就不通情达理了 想咋的呀 天仙一样的女儿 我都挨到骨头缝里去了 你还嫌弃 你不喜欢呢 我呆 做梦都想不到 我云夜有一天会有一个闺女 这是老天赏给我的 等孩子出了月子 百天的时候 看我如何大宴宾客 长安城里有头有脸的都喊过来 不来的 我会打上门去 老子有闺女咯 那日木把头转过来 还是在哭 女人月子里哭泣啊 会留下病根 云夜给他擦掉了眼泪鼻涕 在额头上吻了一下 小声说 谢谢你 辛苦了 我想给你生个男子汉 生一个纵横草原的英雄 可是现在是闺女 我不要 都生下来了 总不能再塞回去 重生一遍吧 再说了 这次是个闺女 有什么不好的 我心里啊 都乐开了花了 好说歹说呢 才让那日木欢喜起来 马上就开始 做自己女儿 是绝世家人的美梦 云夜看看床头的影子里 自己的样子 叹口气 就自己的长相 想生个清成清国的女儿 这恐怕不容易吧 被夸成天日之表 龙凤之姿的李二 生出来的几个闺女 也没几个好看的呀 李安兰 高扬 算是不错的 其他的 通通被称之为 温婉贤淑 大唐的官员 还是要一些脸面的 不想昧着良心 胡乱夸奖公主们 是如何的美丽 只好夸公主们个个 温婉贤淑 没长相 只有拿性格来说事了 性格这东西啊 弹性很大 怎么夸都不为过 自己的闺女将来怎么夸 那美貌就算了 血统不好啊 没办法 难道说自己 也要夸孩子 温婉贤淑 看看那日木就知道 这条路行不通 那日木突然又喜欢起 自己的闺女来了 抱在怀里亲的不行 谁家月子里的婆娘 就坐起来啊 被云叶塞回毯子里 母女俩头靠着头 亲泥的不行 星月明显的想要大笑 刺着牙 夸闺女啊 长得好看 看她不停抖动的小舌头 再看她不停的 把云宝宝 往高举的模样就知道 她现在啊 很想唱歌 闺女好啊 只要一副嫁妆 就可以打发出门 丈夫就是再疼闺女 那无非就是嫁妆 丰厚些就是了 云家需要打发嫁妆的多了 不在乎多打发一副啊 那日木看到云宝宝 这羡慕的不行 再看看自己怀里的丑闺女 就没了笑脸 又想哭 云家好不容易 把很想留下来的星月 撵了出去 老奶奶就来了 姑姑婶婶们 簇拥着进了门 抱着强宝 仔细看虫孙女 笑得眼角皱纹 更加的浓密 好声好气的安慰那日木 说她年纪还小 等到身子好了 再生就是了 这些鼓励 很明显起到了作用 那日木又高兴起来了 云家喜天千金 和少自然骑着快马来贺 这些天呢 导等海带可把她给忙得够呛了 不但要教人家怎么把海带泡发 还要教人家怎么做海带 事情出乎云雁的预料 平家小户最喜欢海带了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图海带会变多 一小把泡在水里 很快就成了半盆 足够一家子吃的 价格还不贵 五文钱一斤 比粮食都划算 宗室们呢 只好打掉牙 往肚里淹了 云夜都宣传了 把那些个贵妇啊 都夸成了观世音菩萨了 为了给将士们 多添一件衣裳 花了十倍的价格买海带 不愧是豪门云云的 蓝天侯千金出世 自然要大肆祝贺呀 宗室们以李孝公为头 给云夜的贺里里 不约而同的 加了十金海带 还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时间云侯一日无怠不欢的名声啊 就传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与云侯喜欢胡瓜的名声 相得益彰 闺女的名字叫海带 谁穿的 看我不撕了她的嘴 那日木坐在骚臭骚臭的月子房里 大发脾气 七月天长安能热死人的季节里 月子房被捂得密不透风 这股味道 那日木并不陌生 相反呢 还有点喜欢 以前她家就是这味道 自从父母带着弟弟被裹挟到了草原深处 就再也没有闻见过这股子味道了 那日木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只能当他们都死在乱军里了 小丫鬟见从不发脾气的二夫人发怒了 赶紧把星月找来劝劝 在外面喘云了气的星月 硬着头皮进了屋子 差点被那股味道啊 给熏得晕过去了 虽然她坐月子的味道呢 也不好闻 可是那好歹是个大冷天啊 哪有这么夸张啊 是个大冷天啊